伯利中正大学位于梅山断层带上 属于地震发生的高危险地带 西元1906年 于梅山断层带上 曾发生规模7.1的梅山大地震 造成多数地区灾情严重 相隔了100多年 中正大学同学对于学校位处断层带上的了解有多少 又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就其实我觉得至今为止都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就是还好 觉得学校的建筑物的结构设计要符合 就是在地震带上面的规定 然后图书馆都有写很多标语 说不要在书柜那边逗留 因为地震频繁 台湾到处都地震带 所以还好啦还好 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担心 就地震来的时候不知道学校的防证好不好 是目前还没有感受到真的有什么差别 然后是实际上知道学校的建筑是有做 比较柱子有加强的部分 当初在盖中正大学的时候 国内有一些学者就发现说 这个地方以前是煤山地震发生的位置 所以他们在当初就做了一些精密的 仔细地地质调查完之后 这个绵章就是有经过学校的西北边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无水处理厂那个部分 所以他把主要的建筑物 像行江大楼跟一些学院 还有一些教室就盖在我们现在这个山坡上 主要就是为了预防说 之后如果说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 这些断层的活动就不会这么影响 我们的这个建筑本体这么严重 为了防范地震带来人员及建筑物的损伤 中正大学的建筑皆加强了仿正设计 校内建筑皆有相较于一般房屋高的防震系数 甚至超越核能电厂的规格 可耐久极强震 建筑物它本身能够抗震 其实就是在它的设计 以行政大楼来说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静置它形的 长方形的设计 它倒了方向 它还找不出它的方向出来 还有体育馆 它的设计是一个闲挂式的 闲壁梁式的倒挂的方式 等于把地板全部都吊在办公中 当然它有基础 但是它是一个闲壁式的吊带 吊的方式 所以在地震来 应该是也没有问题 所以整个设计 有很多都是朝向黄震的一个设计 包括共同科教室 我们打了机庄 一般房子很少都打机庄 我们打了机庄下去 做它本身的基础 共同教室大楼建造之初 使用了300多根50公尺的机庄 作为建筑物基底 机庄与土壤间具有摩擦力 庄头也有承载力 只要机庄数量 尺寸与长度足够 就可以承担房屋重量 台湾核电厂的防震系数 一般是0.4G 可耐约7级地震 中正大学的行政大楼 体育馆 共同教室大楼等 第一期建筑物的仿震系数 高达0.7G 可耐约9级地震 早期在盖的时候 就像是行政大楼 还有共同教室 再来就是理学院 工学院 理学院 社科院 当然还有管院 管院学院 这几个月就是五个月 再加上研究生出社 就是这几个早期的 第一期的建筑物 他们用的钢筋水平都是很高的 那时候他们用的水平就是 每英寸4千磅这种 可以承受4千磅这样子 花压力的这种水平 那获奇呢 获奇就是 诶 大学院啊 教育学院 还有那个 大学路出社 就是用0.4G的 他们就没有像早期第一期用这么高 行政大楼 图书馆 还有大营 他们号称就是 永久建筑 所谓永久建筑就是 你不管再大的地震 他都不会打 国立中正大学位于梅山顿层带上 为了深入研究地震相关领域 下方于79学年度 特别设立了全台第一个地震研究所 现今的地震学术博士班 此外 更设置了全台首座互动式地震博物馆 透过多媒体互动设计 加强推广地震防灾教育 进去那个地方 当然它会有一个震动台 那个小的震动台 就是你在那边踩一踩 就会有那个波形出来 那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去制造自己的地震 看看说它震动是怎么样的 那当然里面会补充什么 地震的成因 还有那个板块的运动 开始讲 然后再讲一些地震学基本的东西 那里面有一些互动的那种措施 就是让你去了解那些地震发生的原因 那它最后面 它有一个震动台 那个震动台就是配来 去企业勉卷地震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输入说 你要积极的震动 然后你上去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实际那个地震来说的震动 地震博物馆于平日开放个人及团体 免费预约申请参观 希望有兴趣了解地震相关知识的所有人 兼论于参观地震博物馆后有所收获 这个在未来30年呢 事实上我们从中研院的台湾地震中心他们所做的一个研究 说来看 就是有一个叫台湾地震模型来看 他们从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就是说 未来30年我们的煤山断层呢 附近大概发生规模7以上的这种地震呢 它的几率大概有13% 虽然说这看起来几率有点低 可是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防范说它不会发生 它还是有它发生的一个几率在 所以也是要请大家也是要多多防范 我们的防待策略是在地震乱的时候 因为先躲盖跟抓 你要先找个地方先躲起 你譬如说在柱子底下 或者是在桌子底下 先躲在一个坚硬的 比较坚固的物体的附近 你可以的话就是也要躲在你的电梯的周边 因为电梯周边它的那个简历墙 它盖的是比较稳固的 它还是比较安全 然后保护头部 然后抓着旁边的桌角或者是椅角 那会这个时候呢 就是先预防一些比较大震动的时候呢 怕物体掉下来 然后会打伤 那等到这个震动比较减缓的时候呢 就要赶快往外面去避难 比较空旷地上去避难 因为我们要避免说 接下来会有比较大的遗阵发生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时候有可能建筑物已经有受损 建筑物受损的时候 如果说它要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遗阵 它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损坏 中正大学对于防震建筑设计相当严谨重视 而同学对于地震也需要具备正确的知识 在平时多注意防震与避难的演练 地震来袭时才能有所防范不惊慌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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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